OK,我们来看下2.2的练习,元素符号, So,H是氢, Hi,La,HD是Hi, Li是Li,P是Bd,彭是B, 然后碳是C,氮是M,氧是O, F是F,乃是N1, 再来La是Na, Me是Mg,铝是Al, P是Si,0是P, 然后流是S, 绿是Cl, 亚是Ar, 甲是K, 钙是CA, 所以你, 我好像给的是打乱的顺序,对吧, 所以5个5个是打乱的, 不过呢,你可以看到呢,整个的顺序就是, 前20个要备手来, 清泰铃铃铺,探探养乎乃, 然后呢,还有一些是, 其他的像是ZN, 铁是F1, C是SN, 铁是PB, 铁是PB, 铁是HG, 银是AG, 然后呢, 金是AU, 所以这些是, 活泼数据啦, 甲盖纳梅铝是已经, 前面已经有涵盖了, 新铁细签, 铜铁银金, 所以这几个呢,也是要懂, 还有一些, 原子团,对吧, OH-是氢氧跟离子, SO42-呢, 是硫酸根离子, 酵酸根离子是NO3-, 碳酸根离子呢, 是CO32-, 碳酸氢根离子呢, 是HCO3-, 那银根的话呢, 是唯一个是正的, 唯一个是正的, NH4正, NH4正, 大概是这样吧, 磷酸的话呢, 是PO43-, 这个呢, 会比较, 不在课程内, 但是呢, 他们考试又很爱出, 因为这个是, 旧课本有的, 而且我们的肥料那边, 很多时候呢, 都没有用到磷酸这样的东西, 所以呢, 我觉得我, 下一次我也要涵盖这个, 涵盖这个磷酸根进去了, OK, so, 大家也稍微记一下这样子, 好,